没有三五个回合 李滚的同事办法多厉害 一拨草巡舌 就把小老头给扔了个跟头 在清风一胡声想爬起来 直接撑一个箭步跳过去 用那口单刀就在清风的所泪 你跑得了 你还是我的对手吗 怎么样李滚兄弟 哥哥的刀法如何 李滚一看你给我泄气吧 别人打倒了你减弱了 行了咱不提着 走上前面看看去 俩人上前面来 到前面一看 这俩愣住了 黑蒜粉李滚和秋飞龙在这打起来了 双斧对保剑 李滚的这个斧子可太厉害了 八八六十四处 他展开了这三下主用 前前后后 这李昭一世不雅如 疾风暴一世的一般 也就是秋飞龙换两只旁人 早就被他给砍倒在地了 李滚哪打得还挡挡门 一般我和那些能人动手啊 七七四十九招以内就把对方给砍倒了 现在四十九招过去了 老道没走地 李滚就急了 真像个炫风似的 整个就把秋飞龙给裹住了 飞翩打胜的一股高得信了 我做他一帮之力 啪一走疼什么就过去了 十天在旁边跟着让来 哈 你们都散开瞧我的 他钻过来蹭 就来了一刀 这一刀还真凭准 整扎秋飞龙左腿捆肚子上 扑齿的一下 秋飞龙 哎呦打叫这么一声 一个箭子不跳出圈外 他对付李逵啊 还能打个十招二十合的 他心里想着不要紧 后边有我的道兄的 他总过来帮忙 等这些人已经把他围起来了 老道绝不得不对味了 他蹦出去 室外撒忙 他找圣铁佛的影子 那崔道成已经无影无踪 哎呦 秋飞龙好伤心哦 看来真是人心隔肚皮 赶紧把我一轮推出来 他走了 我干嘛呀 白白把命扔在这儿 想到此处 我呀我也跑吧 秋飞龙打三半天愣神 黑圈子李逵怎么不过来捉他呀 哎 李逵呀 跟飞天大圣一滚打起来了 老他站这儿纳闷 哎 他们是一伙的 怎么他们还大起来了 李逵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 黑圆寸越想越生气 我跟老道打得好好的 你们俩过来放什么忙 我要把老道打倒了 算我打的算你们的 你看他这脾气个别不 别人发了打仗都应该高兴啊 他还火了 李滚身法挺快 要稍半一点啊 今儿就要李逵给劈开了 把十千下的呀 一个高蹦出一大多远去 哎 我你这人加力不加力 我们先帮着你的呀 秋飞龙就借着这个空隙 凝身一纵搜你一下上墙 李逵看得清楚 就是你们俩给耽误的 这老道跑着一走手 把那斧子就扔出去了 秋飞龙外也没想到 干啥有个飞斧子呀 李逵这招可比什么都厉害 他还不使用暗器 什么飞镖啊 什么绣剑呢 他没有这样 你要跑 我就往外飞斧子 这谁也顶不住 啪啪一下 哎呀 听秋飞这么大叫一声扑通 摔着墙外边去 吴勇赶忙过来 把悲天大圣和李逵给拉开了 本来这是李逵的不对 你怎么不懂得好歹 人家好心好意 拔刀相助 你不担不谢谢人家 反倒为仇 幸亏君士吴勇在场 要不然今儿十千 李滚还非吃亏不可 吴勇一问十千他们的名姓 二位这么一说 吴勇认识十千 你一上水破梁山去过 十千一进那个巨仪大厅都懵了 他也没看谁在下面坐着 根本没看清楚 当时吴勇就在朝天王身边那坐着 吴勇认识问他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一问呢 勾起古上找十千的心事来 他恨这梁山 你要把我收起拿着这事 我早也就丢不了了 生铁佛呀 他生铜佛也拿他不走了 这可倒好挺好的宝贝 叫人给弄回去了 我还在这儿差点把命搭上 别听了 你提这梁山水破 我是一言难尽 原来我以为这地方是群贤惠粹之地 感情是一村赛武 他说我眼不识金香玉 勾搅吕洞宾 不认得我的真神仙 可惜我打着梁山的旗下 在东京边两夜探着皇宫天外楼精神 到来西南国的国宝 紫金八宝叶光湖 我想把这酒湖送到梁山去 叫这些英雄们用一用这湖喝两杯 把他们下着屁股尿流 连皇上个湖他们都不敢用 他们还算什么英雄好汉 那拖塔天王朝干 纯属是饭桶 那军事无用啊 根本就不配当军事 你听这名 无用 一点都没了 我原来拿他们当天 当山 当大塔 当旗堪 感觉他们是地 是河 是小水 可不可得 再回他们想再请我 就赶来龙居奉免 把六人抬着那大叫 我也不去了 来会我就去追上天所想 我把这炸火一巴掌打死 把这酒湖夺回来 从此我自立十千国 李滚兄弟 你敢保护我吗 飞天大声你听我呀 十千这种炸火 把无用和李逵啊 都给逗笑 李逵越看这人越有意思 他把那斧子捡回来 还准备跟飞天大胜 跟十千较量较量 把十千给家伙傻了 无用赶快抱全兵手 哎呀 这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有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跟谁说去 他也不听了 再说那山上也太吓人了 但是我把话筹都忘了 那得了 我们多有诗境 今天我替朝盖哥哥 给你赔情道歉 啊 是像眼直 你替朝盖哥哥 你是什么人 我乃梁山 无用 这是我的兄弟 黑旋风 李逵 啊 我的军事哥哥 普通 十千贵些了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刚才我那些话呢 都是热病 胡说的 您是大人不见小人过 在乡肚腾阔 可以能跑骆驼 无用赶挠 把十千参听 行的行的行 先帝 你可太能说了 这是苏秦之口 张义之舌呀 几位兄弟在这互相见礼之后 然后在这打了打结 无用带着他们赶快撤出飞龙万 为什么 说不定待会官兵就能来 圣铁佛一跑 能跑哪儿去呢 他准得到大明府 打着这儿 无用料事如神 果然圣铁佛上了中书府了 一着黑旋风李逵 就点把火把庙子烧了就得了 无用不让烧 他们几个兄弟又搜查了一番 翻出了好多金银财宝 还有些个老道 早已经下个四散奔逃了 他们把清风老道的尸体掩埋了 实际上发现了个地印子 哎呦 在这地印子里边 还有一二十个妇女呢 都是一些良家妇女 叫秋飞龙这老道 给裸到庙中来的 你说这老道多学得了 无用就把搜出来的金银 给这些妇女分散分散 把他们全都打发 逃兵去了 无用不让动这个庙 什么意思呢 他想留着他 官兵即便来 他也不能在这长期助手 我们梁山的人 好在这会儿接个短 打个仗 军事无用带着几个兄弟 刚刚离开盘松岭 真来了一波官兵 确实打中处府来的 一点不错 官兵到这儿就扑空了 这妙就是个空格子了 怎么办呢 谁乱在这儿待着受清风啊 写了几张封条 把这妙门一封 官兵要撤回去 无用带着几个兄弟上哪儿去了 到了十三里 这是个地名 这是他在金沙滩和朝天王分手的时候啊 那么定的 军事赶到十三里 赶紧梁山的看到 已经来了两批了 第一批是神行太宝带宗 第二批是并关索杨雄 拼命三郎石秀 哥仨到这儿谁也没敢动 朝天王嘱咐的 不见军事面 你们别回来 你们还不许胡冲乱撞 哪儿也不许你们去 老虎之路死等 还真等着了 军事见了他们的面 马上写了一封书信 交给戴宗连夜送回梁山 告诉朝天王 我俗派人 不行就得在这儿劫劳反育了 把戴宗打着走了 之后军事和几个兄弟商量 还得进大明府 大明府是越来越紧张 特别通过这个飞龙外 人家已经知道梁山来人了 咱们怎么办 石秀在旁边打话 军事哥哥 小弟我去遇上的 因为这大明府里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大明府 你手下当差是三班都头 名字叫一枝花菜庆 先帝 今日大明非往日可比 你可千万小心 军事哥 您放心 万万无一失 石秀辞别了无用几个兄弟 就问大明府来 拼命三郎 石秀漂亮 在凉山水坡说起来 跑去浪子艳青 那就得是他了 石秀身高七尺开外 细摇扎被往双肩暴楼 终持扇子面的深度 面似浮粉 白中透红 红中透润 宝剑梅斜着天仓 插额绝入病 一双大眼 皂薄分明 眉如玉珠口三珠 大而有轮 头上带白断色的杂金 素白绒球十八颗 顶门高谦 磁规叶左边边带了一颗英雄带 身整传素白色的剑袖 恰银边走银线 大直撞白绒绳盼着十字派 邀起素白色斯满大带 白领子兜胆拱后脚底一双 保底靴子 累下带了一口 燕铃钢刀 英雄大长搭在他的肩背上 来着大明府大的方方就进来了 找成的官兵谁也没敢拦 石秀一压中冒惊人 那年头是一冒年 远凭医生近平人 一瞅石秀这派头 就知道是有点来历的人 石秀进了城 穿大街绕小巷 来到了大明府洋 说求见一直花菜净 当时还进去给回了一手 菜净不知道谁找他 油打里边接出来 营的门口是这么一瞅 哎呦 这不是石秀哥哥吗 慌得他战前要行大礼 石秀把他给扶住了 贤弟 这说话方便吗 如果在这不方便 咱们找个地方 好吧 您跟我来 蔡庆马石秀领到了衙门鞋队过 那叫最先居 一进门 饭馆的这些掌柜的伙计全认识啊 哎呦 蔡独头 怎么这么闲在 我有个朋友 请到楼上雅座吧 好了 到雅座落了座 我就赶忙擦不着乱摆成碑块植柱 哥俩一边喝着酒 一边说着话 石秀哥哥 你这是从哪来 石秀一看这挺肃静 也就别瞒着了 先帝 我从梁山来 蔡清一听这句话 差点捡在椅子上蹦起来 什么 石秀哥哥 你在梁山入伙了 不错 哎呦 我的哥哥 你说的这是真话 还是开玩笑 谁能拿这么大的事 开玩笑 那这么说 你真是从梁山来了 名人不作暗示 那么你来到大明府这 可有何贵干 为了解救 玉其兵 我的哥 就你只是一人吗 这玩笑可开不得 先帝 我多会跟你说个笑话 石化告诉你 如今我们水破梁山的好汉 已经把大明府给层层包围了 你们这些有头有脸的 官军上将 一个个恐怕插翅 难以逃脱 蔡清听完了这番话 他像个泥人似的 傻那了 老半天才说出句话 不知人凶把小笛唤出永和建教 我只求贤弟两件事 第一 从今天起 雨中炉原外 你必须给我保护好 不用说有个一插二错 炉原外和他义子宴卿 父子万人 要是倒一颗寒帽 都不行 第二 在大明府城内 你给我找个落脚的地方 你是福尹衙门的大班头 贤弟 这两件事 不算太难为你吧 等我们把原外接走之后 我们是定有重信 蔡清此时是哭笑不准 心说你把原外接走了 我还活呀 指里包不住火 学里埋不住孩子 上哪找不透风的篱笔墙去 他暗暗叹了一口气 活该 我蔡家兄弟在大明府这 缘分满漏 该离开这地方了 这叫硬逼着我们走啊 我们要离开大明能上哪儿去 看这路子是飞上梁山不可 这真叫逼上梁山 蔡清发愣这功夫 石秀把肋下的燕铃刀摘下来了 往桌子上一放 蔡清贤弟 是咱们俩吃完了饭较量三百合呀 还是你直接把我送交官府 蔡清一听 诗人兄 你这想哪儿去了 一瓶一那儿 面个人呢 我蔡清其实那狼心狗肺之徒 咱们先吃饭吧 吃完了饭 我领着您找个歇脚的地方 石秀乐 哈哈哈哈 好兄弟 来咱们干这一杯 不过这顿饭钱 可得我花 蔡清心说这回算彻底了 为什么呢 大明府尹 手下的都头 吃了梁山的饭了 这回不管怎么样 也抖了不清了 俩人吃完了饭 由最先驱出来 就奔天元客栈来 在田元站在古楼西路北 蔡清高层店里掌柜的 这是我的朋友 掌柜那听话没错啊 都头的朋友 我们请都请不来 高层伙计快去 把西院那两间好房子开开 蔡清说房子倒不论好赖 你得给让点方便 我这位朋友是山东太安神州府 十大都头 他乔装改办 上这办案来 还带着不少人呢 陆续都要来 咱们这儿 为了与其林 也闹得不太 可是官官相护 福尹大人吩咐过 不管咱们多为难 也得叫人家过得去 掌柜地情不用 福尹都有话了 那刚没的说了 蔡都头 您放心至公去 您就把十都头交给我们 看了人家怎么吩咐 我们怎么办 他让我们望东我们绝不望西 让我们打狗 我们不去骂鸡 蔡清把石秀送到屋里 安排完地 交给石秀一面火牌 这火牌是什么玩意儿 现代名词啊 就是特务用的那帕子 有个风吹草动的 这玩意儿还能躺死一阵 石秀告诉蔡清 贤弟光有这玩意儿不行 有事儿 你还得尽早 知会我一声 石秀哥哥 这还用您嘱咐我吗 蔡清安排完了 从店里出来 回到了府衙 他刚一进门 哎呦 大名府尹太守王龙 已经点了他三毛了 王太守对蔡清 是特别偏爱 这要换个别人 按倒就开打了 才请提门换了衣服 归班战法 太守只是瞪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王太守正在那交代 交代什么呀 中书大人有令 为避免梁山贼寇 劫持玉琴林 太玉高求 由东京电梁 存下手艺 将卢尊义 及其义子燕青 就地正法 上次设的那个假发场 那是为了捉拿浪子燕青 今儿这发场可是真的了 上次住户不许开门 买卖家不许开门 这随便 上一次不许黎民百姓到发场为官 这一次啊 你可以随便去看 看可是看 中书大人单独分手 谁不怕死 谁就去看这热门 因为大人已经查知梁山贼寇 现已混进大民府 图谋要抢劫发场 说不定两下就去打起来 看热闹 伤者无论 也有抓起来的可能 为什么 那两下一打要打花脸 谁知你哪位呀 什么时候行刑的 后天中午 发场设的哪儿 就设在鼓楼前 而且今天晚上 就得把布告贴出去 小御军民 义子华蔡青听完了这番话 由唐僧退起来 他告诉了公差一声 急忙奔到殿房 见着石秀 就把这些事都说了 拼命三郎 马不停蹄 返回十三里 见着军事 吴用 把蔡青告诉他的这些事 跟吴用全说 吴军事一听好 先帝呀 你真是不许此行吗 蔡青这朋友也交着了 回山之后 我给你首剑七公 军事哥哥 广建功不行啊 眼下咱该怎么办呢 军事吴用早已经 汹游成竹了 他让石秀 杨雄 鼓上早时间 飞偏大声令文 今天晚上 年夜在大明府府 把布告贴出去 梁中书的布告贴在哪 咱们这就贴他旁边 让大明府的军民 看一看 水泼梁山的布告 吴用带着李回 回盘松岭 飞龙万 回那干嘛呀 吴用早已打定 鼓励了 水泼梁山的临时大营 就设在飞龙观了 石秀一听他太好了 我们马上就走吧 好 把布告早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 不多 一共十几张 有一张也够跳 黑圈子里回看得眼巴眼巴的 他心想要跟着石秀他们 进大明府贴布告 那多来劲 不用哥哥不让 他只好忍耐着吧 石秀领着那几个人 到大明府城门口这 眼看就要关城了 正好用着这面火牌了 守门君一看 是大明府隐的人 放进去吧 进城之后 先来到天原客栈 展规的一瞅乐了 你看看 这位石秀头 把人都领来了 哎呦 看来都化了妆了 谁化妆了 他注意那石签 穿的多破呀 其实啊 古上早早就这样 该几个人进殿房 一头倒下就开睡呀 二经以后几个人全起来了 分头贴布告 俩人望西 俩人望东 石签带着里滚往东贴 啪啪啪 贴出四五张去 贴着贴着 贴着中书府来了 石签不知道是中书府啊 他一瞅这地方 怎么这么大气魄呀 路培里黑幽切 广亮大门 大门的门灯左右来到 门里边有座影背 上边挂着个陡峰 陡峰上输着四个大字 激浮银香 门前有八颗笼罩槐树 上下瓦石 拴把子装着望天吼 门口那还有一对铁狮子 撑得起是座深宅大院 两个人猛这么一抬头 喽 这门上走快大点 黑地金字 中书府 石签灵机一动 咦 心说我那把酒壶没在这儿啊 哎 李滚兄的 咱俩进去看看吧 不行啊 这儿还有张布告没贴出去 嗨 咱就给他贴这儿吧 中书府前贴布告 石签叶炭 翠云龙 你是什么呢 宝宝 音乐 诶 诶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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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